大家好,这一讲我们将介绍一种特殊的风险过去方法叫Sure E,原称是叫Stein's Unbiased Risk Asstip Matter 那么它的首字母缩写就是Sure 那么这种风险过去方法,我们已经学过两种了 主要其实是都是Leave One Out Estimator的一个特殊形式 那么一种是在,如果你用的是LinearSmoother的话 你可以用Yi减去Rix除以1减Lii的平方 那如果你用的是Density Estimation,那应该是-N分之二 Summation F-I hat Xi加上F hat X dx平方 好,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Sure和这个Loo它的区别在哪呢 那首先呢,第一,Sure它的计算量相对而言简单 它有计算量小的优点 但是呢,它的问题呢,就是它暗含了正态分布的假设 那如果你的Error不是正态分布呢 那Sure就不管用了 所以呢,一般来看 如果你只是想要达到样本外预测效果最好 那一般你用这个LooE这个Estimator呢 来选Parameter肯定是没错的 但如果你想做一个简短的超过精录 如果你觉得这个物场应该正态的 然后想超过精录呢 你可以使用Sure 一般Sure都会...Sure有倾向于Undersmooth的毛病 所以大家要注意 那么好,我们让我们回到Normal Means的环境中来 那假设呢,我Normal Means呢 我有它的min是Z1Z2Zn 那我现在要定义一个... 我现在要再写一个叫做θn hat 那θn hat呢,就是一个Vector 它这个Vector呢,就是这些min的... 它的一个估计量 那这个呢,它可以是自己呢,可以是这个... 这是我叫L吧 它这些呢,它自己可以是这些min的一个方程 那我现在定义一个方程G G呢,是Z1Z2 知道Zn的方程 它呢,写成是Zn减去θn hat 那Zn呢,就是一个n乘1的... 的... 的... 列向量 那是从Z1到Zn列起来 θn... θn... 是一个n乘1 也是一个n乘1的列向量 那这就是它们两个之间的差 然后,我再定义一个di di di是什么呢? di是G对于Zi的偏导 那么我们的sure estimator写出来是什么呢? sure estimator 假设我们叫它r hat z di 它是等于... n倍的nSigma方 加上2倍的sigmaN方 然后... summation di 加上summation gi的平方 然后... 你的... 这个看上去很奇怪 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 它... true expectation 我们就会看到它是怎么回事 那你不得不说这个是个非常... 天才的想法 我true expectation 那我首先来看这个 这一部分呢,θn θn是什么呢? θn是... Zi-θi的平方 那我... 所以这一部分呢,就是... expectation summation Zi-θi的平方 好,这是第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是什么呢? 这一部分呢 它是... 两倍的expectation 里面... summation Zi-θi的平方 然后... 是... gi' 再加上... 这... expectation summation 你里面是... gi' 我把... summation 先拿出来 然后... 我里面... 开始... expectation 那我这边呢... 是... 我选... Zi-θi x... x-θ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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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是一个完全平方 可以看到 这里面是完全平方 它是以Zi减去θi 加上Zi减去Zi 或者说这么说吧 我是这边把它写好 它应该是加上θi hat减Zi的平方 那么这个玩意儿呢 就是等于summation的expectation 那里面是θi hat减θi的平方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risk 关于Zi的risk 那所以你不得不说 就这样的一个形式 它最后能居然能化解到risk expectation这样的化解到risk 是非常神奇的 那这个standard estimator它的妙处在哪呢 就妙处在于说 这个是容易求的 因为你只要告诉我你的estimator的形式 我就可以把这个gi写出来 di呢 如果即使我没有显示解 对吧 我可以通过像Zi上 像i个数增加一点或减少一点 然后来看你这个gi的这个变动 可以通过数值方法来求 所以这两个都是可以求出来的 然后求出来以后呢 它就是有一个显示 显示解了 那显示解呢 我们就写在这 那这样呢 你算这个risk 它的速度就相互对快